被提名后的首度露面 是为了党内的痴案疑云 火诉道歉或许跟杨慧如的贴文有关 不满林非凡选立委的杨慧如 点名时任负密的林非凡同样有责 因为妇女部是她的督导单位 当初妇女部给我的资讯是 当事人决定并没有要走申诉的程序 但是我们确实忽略了 当事人决定不走申诉的管道 背后可能有种种各种的原因 我们希望大家尊重当事人的隐私 不要对他进行任何的 不管是人身攻击或政治攻击 坦诚疏失也要外界别去检讨被害者 因为当事人脸书留言出现质疑声 尤其性评部主任这么表示 其实在被害人在昨天晚上发文之前 其实他跟我们性评部已经联系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彼此其实有相当的信任的关系 沟通也非常的良好 但看起来民进党有沟没有通 或许最大的关键人物 还是在被害者当时的主管 妇女部主任许家田 女性权益许家田说要誓死捍卫 党的脸书上也能看到不少许家田力挺 女权的贴文或照片 其过去也曾担任谢长廷苏贞昌静总的 妇女部副主任 如今成为众矢之地 有一说跟担任傅秘 乔立委提名有关 但事实上 许家田并不在提名小组内 美人的事就是国家大事 资深党工许家田 因赖主席重视妇女票 升任到傅秘 却因女权黯然下台 TVBS新闻 吴奎源串柔 特别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